TFOS的经纪公司时代风俊在网上发布了一部纪录片,标题为跟小伙伴游玩的一篇以及跟这个纪录片一出来,就在整个圈子里引发了不小的动荡。 但其实粉丝这样的行为真的不是尊重爱豆的方式,甚至还有私生躲在厕所,在厕所的隔间偷听,和他们面对面站着。 丁诚心甚至想到了,如果不是私生而是坏人,要是拿出一把刀那怎么办,这样想想真的很窒息。 第二组由张真元、严浩翔、贺俊林组成,三人在公司货梯里遇到上楼来的私生,他们通过公司后面的小路甩掉了私生,然后坐上了车,享受了短暂的空闲时间,到集合地点没一会儿,私生就找到了。 事后成员采访也说道,还有私生会在车里装跟踪器,打电话发短信都会监测到,这种行为真的太张狂了。 第三组成员刘耀文、宋亚轩,因为前两组已经暴露了集合点,所以第三组换了地方,但想不到,居然被躲在楼梯间的私生听到,这个画面真的像看了一部恐怖片。 两人没在公司停车场上车,甩掉了私生,吃了一餐,没有人怂脸拍的晚餐,这个纪录片的最后,依然还有一堆人守在某个角落里,拿着手机企图窥探一些秘密,这样的画面看得我有些压抑,但是,我也看了看网上的评论,私生这种行为就应该被骂,但是,一人公司在这中间,又是起到什么作用呢? 公司应该做的,不是保护一人吗?年少成名换来的代价,可能是失去自由,可能是失去在学校校园里,和同学一起上课的美好时光,可能是失去隐私权,会遇到真正愿意陪你长大的粉丝,也会遇到一些极端的私生犯,私生犯在现实中,是一种怎么样的存在,他们的存在对明星的影响,到底有多大? 跟小伙伴游玩的一天,这部纪录片真实的呈现了,希望特家经纪公司,能保护好旗下一人,演员以后的日子更多的是理智粉,而不是私生犯